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昂斯诺 喜欢很久了 从去年到今年收了无数的昂斯诺 我这两天还会有新的昂斯诺到货呢 是年前收的 现在看到的这颗你们看啊 这颗真的是我 我觉得也是简陋简来的 这颗特别美 这颗昂斯诺我是花600 600还是660 我忘了 反正600多块钱吧 收来的这个 它是一个群 特别漂亮的就是 每个人来了都会看到这一盆 因为它有两个全景头 特别美 昂斯诺这个品种 你们看它的这个叶片 就是特别容易变成多层 然后变得很饱满 像个包子一样 它自从到我家来以后 状态上了很多这颗 叶层也长了很多 对吧 然后这两个全景头也变大了 现在还上了状态 它这个是黄景 昂斯诺的黄景 然后中间你们看还有糖心 看到没有 这种粉色的糖心 特别特别美 前几天我妹妹不是来的吗 她到我院子里来 第一眼看上的就是这颗 我说你还眼光挺毒的嘛 一眼就看上我的好货了 六百块钱收的真心不贵 我这盆的话 我转手的话 我卖到两千 肯定会有人收 那你们信不行 但是我不想尝试 我谁卖多少钱 我都不卖 然后这颗上面有两个 这个大主头 这两个大主头 就是普通的昂斯诺 它还是叠叶的 对吧 所以这颗 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有观赏的价值 这还带一点悬叶 这边的这个头是悬叶 然后这边的这个头 是叠叶的 叠叶也带悬叶 这两个头都是叠叶加悬叶 很漂亮 你们看叶芯 长了多少的叶片 接下来的天气 越来越好了 温度慢慢地升高 才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都是它们最美的季节 所以后面 我们大家就有眼福了 可以慢慢地看它们 越变越美丽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昂斯诺 然后还有一颗昂斯诺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颗 这颗也是我 无心中收来的 价格收的也很便宜 这颗 这颗我也是六百 六百多块钱收的 你们看双面的这个孔雀 这个孔雀 现在变化很大吧 我收来的时候 这个孔雀 它是扁扁的 因为中间的这些 还没有撑大 你们看这个侧面的 这些头 现在都饱满起来了 状态也上来了 已经慢慢地 开始变美了 正面是一个 叠叶的大猪头 因为我发现 昂斯诺很容易 叠叶加悬叶 然后叶片叠的 然后慢慢地带旋转的 状态你看 外层叶片 开始变粉的吧 中间长了 好多好多的叶层出来 像一朵玫瑰花 像一朵牡丹花一样 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 都开始慢慢上状态了 转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挤着的这些 都开始变大了 然后都开始饱满起来了 转给你们看一下后面 它是一个正反 对称的 所以这个很难得 它是对称的 对吧 它的反面 也有这样的一朵 就像我们苏州的双面袖一样 苏袖 这边这个小头 你们看是假的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少了一朵 我们说是一个缺陷嘛 上次我刚好有一个 掉下来的一个头 从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把它塞在这里了 挡一下 这个也浮盆了呢 这个小头也浮盆了 你们看夜心中间 泛绿了 这个品种很好养 所以像这样的 好看的 比较特别的品种呢 我们就要收一些 特别好养的 这样的品种 像昂斯诺啊 陈蒙露啊 对吧 这颗我当时是600多块钱收的 现在我觉得也可以 卖个头2000块钱 2000多 3000块钱 应该都会有人要的 呵呵 我不卖 就是估一下它的价值 好看的吧 这个 然后再带你们看一下 我的这颗 这颗我是1000块钱收的 当然你们知道 中间这个头是假的 如果这个头也在的话 那整个的这颗 昂斯诺的这个扇子的话 肯定不会1000块钱收来的 最起码价格要翻好几倍 如果有龙头的话 这个昂斯诺最起码在2000朝上 2500左右吧 然后自己加了一个龙头 就可以省掉 1000多块钱 你们看这个上面 它也慢慢地开始开朵朵了 对吧 这个一朵一朵的 全部养开了以后 价格不就上来了吗 是吧 价值就翻倍了吧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就是 如何选择 这样的小树 然后怎么样让它有这个生殖的空间 然后让它的更有观赏价值 对吧 不管你是到时候生殖了以后卖也好 还是自己欣赏也好 我都觉得 种一些这样的 普通品种的这样的贵货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这个昂斯诺也很漂亮 现在已经慢慢地开始浮盆了 因为叶片都硬了 这边已经开朵朵了 这边朵朵已经开了 看到吗 不知道这个里面 它自己会不会爆龙头出来 要是爆龙头就好了 不过希望很小 那个板子已经很老了 就不大容易爆那个龙头出来 对 还有这颗莱恩小精灵 也是我收得特别便宜的 这个品种很少看到有小树 对 它没有形成那种 大家一起想买炒作的那种气候 所以这颗我是八十几块钱收来的 捡了一个小漏 板很老 然后颜色很漂亮 我要把它养成开朵朵 开了朵朵以后就至少不会几十块钱吧 可以养到几百块钱应该可以的 是不是挺贪心的呢 这边也开朵朵了 这个小树的形状很好看 对吧 这个小树不错吧 形状非常非常美的 大家不妨可以经常逛一逛 不一定马上就要买 但是你看到合适的 一眼看中的价格又合适的话 不妨就下手 只买对的 不要选贵的 这个小树特别好看 来再看一眼我的这个冰玉 我的这个冰玉也是孔雀 自从有了那个昂斯诺的孔雀以后 后来我就又发现了一个冰玉的孔雀 而且也是双面的 我发现我跟这个双面孔雀 还是非常非常有缘分的 所以让我能够碰到不同品种的 然后有好几颗 我院子里面不是还有一颗雪兔吗 也是这样的 那个雪兔是我养了好几年的 然后你们看这个冰玉 这个冰玉我发现 这两天上色上得很好 是吧 这个冰玉上得很好吧 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一点都没有那个什么 补光灯啊什么 它就完全靠阳光自然上色的 现在有好几个大棚主 都盯着我的这些肉肉 问我哪天出坑了的话 他们要收 所以我要把它们养养好 不要养挂了 万一哪一天 我不想玩这个的时候 我还可以把它们全都卖掉 就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还是对它们兴致满满 舍不得把它们卖掉的 这些可遇不可求的 一定要把它们养好 像我这种双面孔雀 有好多卖家都在找 他们也想要这种 但是他们找不到 听到他们很想要我这种 就很开心 最后呢 我带你们看一下 我路养区的这棵小树 这个是我的指缝车 这颗颜色养得很漂亮 醉花线也很美 上面带个龙头 但是这颗就是 前两天天冷的时候 放在纯路养区 这边有一点冻坏了 板子好像有点粘掉了 不知道能不能恢复了这边 但是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叶片包括那个板子 都很老 而且都很牢 这个好看吧 这个指缝车的醉花 好了 我的相机显示没有电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咯 我们明天见到这里